大家好啊 五年没画画了 多亏踢球搞得重伤 终于又想起来画画了 踢球十几年 重伤一两次躲不掉的 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 只能用拐杖站立和走路 确实很难受 想大吼一声发泄一下 又会扰民 不如就把它画下来吧 画我最喜欢的球星 叫 大卫贝克汉姆 的咆哮 130小时的无加速版 放在视频简介里 真是画画隔五年 下笔如有鬼 上次画画还是刚上大一的时候 连逼账号都没注册 因为我不是美术生 大学报的是非美术专业 加上大部分的时间 都花在游戏和踢球上了 毕业一年半也忙忙碌碌 所以有五年多没画了 其实我高中第一年还是美术生 因为受不了机械式的教学 我就转走了 每次上课环顾四周 老师挨个教怎么画才能考高分 感觉所有人都成了画画机器 就好比你喜欢书法 但老师让你每天都用诵题 把三字经抄一遍 你的兴趣还会有吗 不过这个选择也是把双刃剑 失去了美术生高考的优势 不过对美术 纯粹的喜爱 还是保留了下来 我画过的画不少 但让我满意的可能只有三幅 一幅是高额画的一张二开的水彩 我那时想画一张画来表现战争的丑陋 恰好玩了一款设计游戏 在某一关里出现了巴黎铁塔被摧毁的一幕 就让我想到了 美好的东西被摧残的时候 就能体现战争的丑陋 天空和地面几乎都是冷色 而且很阴暗 铁塔背后的曙光是最亮的区域 用了偏橙和黄的暖色 犹如天和地在一点点的压垮铁塔 它只能出力在那里遭受导弹的摧残 右边是即将登陆战场的士兵 一幅反射出地面燃烧的战火 他们很快就会和其他人一样成为战火里的亡灵 这幅画画完之后就被亲戚买走了 也是第一次有人买我的画 第二幅是在高三画的 是我最喜欢的动漫之一 画动漫的时候 往往会运用到大量的纯色 有一种脱离现实的美感 最后衣服就是现在这张 130个小时不急不躁的话 把我的负面情绪都宣泄了 这是20多年前的老照片 像素比较糊 需要主观的添加细节 例如皮肤以及衣服的质感 飘逸的头发 夸张的表情和撑开的衣服 让层次变化更加复杂 有时会难以下手 可能一不小心就让局部脱离了整体 之后应该还会做一下修改 莫名感觉这次大厂有点像赛文师嘛 让我捡起了很重要的东西 今年也没法运动了 所以多出的时间会重新搞美术 有兴趣的话可以点个关注 感谢大家的三连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